十米长的蚊子将男人扑倒在地,紧接着伸出吸管,一口扎进他的胸膛,疯狂吸着男人的O型血,疼得他嗷嗷直叫,害怕得赶紧躲进安全屋里。 可蚊子并不想放过男人,势必马上要把他吸成干湿,男人急忙开车逃跑,突然一只苍蝇出现在副驾驶,就当男人准备拍死他时,突然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拽走了。 男人用膀胱一扫,后面坐着一只巨型黑寡妇,十年没吃饭的他张开大嘴向他扑来,酷吃就是一口,疼得男人直接问候他,祖宗十八代,就在男人以为自己要隔屁时,突然从梦中惊醒,原来男人是一个职业灭虫专家,不管是织网的蜘蛛,还是爬行中的蟑螂,直接一脚把他踩死,而且还是个十分没有原则的人,为了赚到更多马内,故意把蟑螂放在客户家里,这天男人接到一个大单,却彻底改变他的人生。 他来到一个废弃工厂,老板让他消灭工厂里的所有害虫,竟然包括那些流浪汉,当男人知道要让他去杀人时,他根本不会为了金钱,去做丧尽天良的坏事,可他看到装满马内的箱子时,男人最终还是没有经得住诱惑,到了晚上趁着流浪汉熟睡时,男人蒙面来到废弃工厂,偷偷拿出祖传药水,随后倒进流浪汉的食物里,第二天男人故意来到废弃工厂,发现波波勒正在整理流浪汉的尸体,晚上男人搂着钱想睡个安稳觉,突然, 男人觉得身上有东西爬过,于是男人起身查看,不料,一只巨大的老鼠咬住他的胳膊,就在男人拼命挣扎时,突然从梦中醒来,仔细查看发现手,还是好好的,可诡异的是,沙发上的马内不见了,从此每天晚上,男人都经受着折磨,不是梦见蜘蛛缠身,就是梦见蚊子吸血,折磨的男人精神崩溃,只好寻求心理医生帮助,在心理医生的治疗下,男人很快就睡着了,等男人一觉醒来时,发现自己竟然变得跟蚊子一样大, 当男人看见心理医生,疯狂喊救命 没想到女人拿起一本书,直奔男人走去,紧接着,匡匡朝男人砸去,男人最终如此下场,是不是最有应得呢? 这是我见过最哇塞的怪物,不仅有着美人脸,还长着蜈蚣的身体,可怕的是,只要跟他对视双眼,他就会招你,做上门女婿,但是两条腿,怎么会跑得过上百条手呢? 刚开始,怪物像个公主一样温顺,不时地探出比头还大的头,慢慢地蠕动着身子,可无比激动的黄毛,突然脚下一滑,他正担心被怪物看到,可结果俩人对上了眼,等他再一转头,妈妈咪啊! 怪物公主顿时羞红了脸,两眼放出红色的金光,眼看美女怪物张开大嘴,同伴让他赶紧跑,可看到这恐怖的一幕,吓得男孩,双腿直打哆嗦,愣在了原地,关键时刻,陈豪一把推开了他,这才暂时逃过一劫,却也激怒了怪物,几人赶紧往上跑,怪物迅速调转脑袋,以每秒八百的时速,慢慢地迅速往上爬,这时他们发现一扇门,俩人先钻了进去,而陈豪还在后面,就在这时,怪物搜得一扇门。 怪物的一下扑了过来,危急时刻,陈豪最终冲进了门里,让人没想到的是,怪物还会说汉语。 黄毛来不及高兴,赶紧带领大家逃离这里,可路口实在太多,他也猛了圈,只能随便指一条。 此时的怪物公主,却从另一条路追了上来,地面开始剧烈晃动,怪物就出现在眼前,快速向他们跑来。 这下完蛋了,他们只能坐火车走,可火车年代久远,咕噜已经生锈,怎么推都没反应,眼看怪物越来越近,他们使出吃爷爷的力气,双腿使劲灯。 终于在最后的时刻,成功地躲过了怪物,男人推着火车拼命跑,怪物在后面紧追不舍,并且速度越来越快。 这时眼镜哥发现,背包里还有好东西,于是每人拿起一颗,酷吃全都扔给了怪物。 他们以为怪物怕了,还没来得及庆祝,可下一秒,怪物就从对面冲了过来,因为火车没有绞杀,他们只能跟怪物相撞。 幸运的是,火车落到怪物的后背上,就在以为安全时,却发现前面已经没路了。 更幸运的是,怪物竟然也从后面追了上来,为了不被抓走当上门女婿,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火车冲出了洞口,美女怪物由于惯性,差点掉了下去,因为不会游泳,只能气愤地缩了回去,几人才逃过一劫。 动物全都变成了怪物,螃蟹变得比螃蟹还大,蜈蚣的身体比大树还粗,生性也变得特别残暴。 男人路过一片池塘时,里面突然伸出了几只眼睛,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只巨型青蛙刺溜穿了出来,我的妈呀太可怕了。 男人被吓得连连后退,没想到这只青蛙居然比人还大,就在男人一脸猛圈时,青蛙突然吐出了几十米长的舌头,男人转身赶紧逃跑,但还是不幸被舌头击中。 右腿也被死死缠住,就在男人快被青蛙拖进嘴里时,一只流浪狗突然出现,死死咬住了青蛙的舌头,这才把陈豪救了下来,就这样两人踏上了惊险又刺激的旅程。 男人害怕被怪物发现,躲在大树后面,这时巨大的怪物破土而出,只见他张开血盆大口,不断朝着他们靠近,男人被吓得赶紧捂住狗子的嘴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好在怪物一番寻找后并没有发现他们,男人这才捡回一条命。 然而就在他以为安全时,狗子突然跑了出去,对着河里的东西不停狂叫,怪物听到动静后立刻杀了回来,男人快速奔向背包,拿出了一颗手榴弹,危急时刻。 他搜得扔进怪物的肚子里,伴随碰的一声,怪物炸成了不要钱的五花肉,可还没等走多远,狗子突然变得狂躁起来,随后急忙躲进了一个洞里,像是察觉到了什么危险。 男人转头一看,我的妈呀,只见一只几十米长的蜈蚣,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这只蜈蚣成精了,静虚地从地里钻出,快速向男人靠近,慌得一劈的他有点慌,只能镇定地掏出身上的弓箭,准备朝他射击,可还没来得及动手。 就被蜈蚣一脚踹飞到了地上,下一秒蜈蚣扭动身躯,牢牢缠住了地上的小黄鸭,紧接着就发现了躲在下面的狗子,酷吃一下,直接将小黄鸭掀翻,接着张开血盆大口,准备把狗子吃掉。 就在这时,男人想起了父母当初,被怪物杀害的场景,攻击值瞬间爆表,他怒吼着朝蜈蚣射去,蜈蚣瞬间被激怒,男人果断射击,最终成功干掉了他。 经过这场战斗,男人信心大增,即便面对钻地的吃人猛兽,也能轻松解决,可等他爬上岸后,却发现身上沾满了吸血虫,扯开衣服一看竟然浑身都是,他强忍疼痛将虫子拽了下来,可接着他就感觉头晕目眩,像是中毒了一样,最终甚至出现了幻觉,失去意识倒在地上,迷迷糊糊中,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是他要寻找的女友,等陈豪再次醒来,已经被安娜带回了避难所,本以为两人再次见面,能够再续前缘 可女孩却说已经过去这么久,自己已经有了新的男友,就是新来的船长,他不仅给大家带来了食物,而且还有一艘豪华邮轮,可以带大家到海上去躲避怪物 男人听后有些失望,于是决定明天一早就离开,这时船长送来了一盘水果,他定睛一看,感觉有些不对劲,于是连忙翻阅书籍,发现正是书上标注的毒果,赶紧找到安娜,可话还没说完就被一拳打晕了过去,等他们再次苏醒,发现已经被船长绑了起来,原来船长并不是什么好人 而是四处掠夺物资的海盗,而那艘轮船之所以能不断航行,是因为有一只深海巨兽为他提供动力,只见船长按下开关 一只巨大的螃蟹出现在了众人面前,溺水的螃蟹发生变异,变成可怕的怪物,吓得岸上的人四处逃窜 男人赶紧拿起一旁的三叉戟,快速朝他冲了过去,男人轻轻没用力,上顿中的螃蟹被绊得摔个跟头,善良的船长看见,成好这么厉害 随后再次按下手中的开关,巨蟹瞬间发怒,一下把男人打飞了出去 原来船长是通过铁链上的电流控制的螃蟹,眼看螃蟹一步步朝着男人逼近 危急时刻,狗子突然跑了过来,直接挡在了前面,船长见状赶紧让手下朝狗子开枪 不料女孩一棍打过去击中了螃蟹,导致螃蟹更加愤怒 船长则急忙坐船逃到了海上,当他再次按下按钮,螃蟹张开大嘴拉出阵阵怒吼 下一秒直接用钳子夹住男人的腿,就在这时安娜跑过来将炮筒递给了他 此时男人被螃蟹夹到了空中,可就在他准备开炮时,男人却犹豫了 因为他从螃蟹的眼神中看到了眼泪,原来螃蟹并不想伤害人类 只是被船长用铁链控制住了,在众人的催促下,善良的陈豪掉转枪口 直接打断了一旁的铁链,船长再次按下按钮,但却没有任何反应 随后把男人温柔地放下来,并缓缓地走到他面前,说了声谢谢,随后游向大海深处 而他的目标正是船长几人,只见螃蟹咔嚓夹起女人,直接塞进了嘴里 紧接着是下一个,一旁的船长被吓得死死抓住铁链,以为能逃过一劫 结果下一秒 解决掉船长几人后,巨蟹直接把轮船撕成了渣渣,而他们也成功获救 这个水药太诡异了,只要发出尖叫,方圆石里的人类,全部被迷惑心智 接着他跳起妖娆的舞蹈,再大声地吼叫,士兵们全都不受控制 争相恐后地冲进了湖里,开始疯狂地彼此伤害,害怕地赶紧躲进安全屋里 因为湖里的水药,全身长满了金银财宝 所以,引来了无数贪婪的人,这天一个帅气的士兵发现,水里有个东西发光 他捡起来放进嘴里一咬,竟然是999的纯金 水药发现入侵者,赶紧从水里钻了出来,随后一声尖叫 士兵们还不知道危险来临,下一秒,他们被声音震得猛圈 让人想不到的是,水药跳起广场舞,他们从没见过这样的千金美女 随着再一次尖叫,周围的士兵全被蛊惑,一窝蜂地冲进湖里,向水药跑去 可诡异的是,他们开始自相残杀,全都葬身于此 这时水药发现,竟然还有一个活的,接着水药使出水药的力气 拼命地嘶吼,直到一天三夜后 男人依然毫发无伤,水药吓坏了,以为遇见了真命天子 羞涩地躲进了水里,而他并不知道,男人其实是个笼子 到了晚上,水药好奇地来到男人身边,问了一下气味 确定没有危险后,便把大腿放在男人身上睡了过去 第二天,当男人醒来,看见满身珠宝的水药,紧紧拽住他的胳膊 没想到被锋利的黄金,划伤了手掌,男人智商在线 瞬间有了报复的想法,他一路追赶,很快来到瀑布前 男人放下大宝剑,毫不犹豫地下了水,水药健壮 也向男人的方向走去,水药在他身边,跳起了妩媚的广场舞 男人趁机偷走他身上的珠宝,水药被爱情上了头 酷吃上去啃了一口,这却激怒了男人 咣当一下砸死了水药,男人兴奋不已 咔咔地扣掉女药身上的黄金,没用的尸体 直接扔进了河里,男人背起珠宝 想赶紧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却不知女药的鲜血,已经染红整个河流 当疲惫的男人喝完水后,才发现喝的是鲜血 诡异的是,竟然治好了她的耳聋 这时女人也活了过来,看到自己光秃秃的样子 她痛苦地吼叫,男人也像其他入侵者一样 身体不受控制,在水里不断地转圈 直到转了999.99圈后,最终沉入了河底 得到了报应,那么你觉得女药可怜,还是男人可怜呢?